我們網路媒體的提問這裡到目前是完全結束 不過因為現在時間其實還沒有超過太多 其實比我想像中好很多 現在才超過大概十分鐘左右 真是謝天謝地 那我們現場其實負責直播的媒體很辛苦 他們當然也都是在現場負責整場的直播 我們也許有一點時間可以讓負責直播的媒體 你是不是也有經過今天的溝通會 都有問題想要提問的 有嗎 請 您是 直播媒體的 大家好 我們是公民攝影守護民主陣線 簡稱攝護線 公民攝影守護民主陣線 是請 我們這裡有三個問題想要提問 這邊不好意思 那第一個問題是關於程序正義的部分 就是您剛剛說就是 沒有策案重新再來的原因是因為時效 可是為了節省時間而不願意重提修法 真的比較負責嗎 那因為其實我們可以發現 因為沒有重提策案 那你們許多提出來的 請國民黨提出來的法案 在立法院導致就是 大家程序上有非常多的爭議 比方說4月28號立法院的委員會 就是國發會並沒有更改其他的法案 就送到那邊就案繼續審 造成立法院空轉 那或者是說今天呢 至今去的朝野立委 還是擔憂 就是原來提出來這個法案 有些部分其實是不足的 那充滿問題的這個草案 會被闖關通過 所以造成大家不信任 那最重要的是說 讓本黨的立委來提修正 這是不是導致行政權主導了 民意機關的代表作為呢 那這是行政越權的問題 請您針對這部分提出解釋 那為什麼不要重提法案 這個部分就是以上的問題 那第二點是剛剛您提到的 國際醫療 國際醫療部分您說呢 在日本或韓國 他們也在推展他們的國際醫療 可是您卻沒有提到對比台灣 日本跟韓國他們的國際醫療區 是沒有開放讓他們本國人進去的 那台灣其實並沒有設下這樣的限制 那您剛剛說就是 如果有人要選擇健保資費的話 我們不用擔心 可是大家都知道就是 現在有血和醫療的問題 那如果是醫生選擇到自禁區的部分 那這部分要怎麼防止呢 那您剛剛說就是 我們有200床的限制 這不會對我們醫療造成太大的負擔 可是您之前就是在被尋的時候也提到說 如果各個區域要去申請的話 只要他們符合這個自禁區就會通過 那今天我們看到張斌、新竹、台中、基隆、桃園 都有提出申請 那如果要的話 是不是一區200床遍地開花呢 那甚至說在花蓮區 就是今天富昆奇他們也有提出這樣的一個想要申請自禁區 那如果說今天花蓮也開了這樣一個200床 是不是會導致偏鄉醫療的部分 這請您解釋 那最後一個是關於空白授權的問題 我們還是想要請問 自禁區鬆綁了許多法條 那在這些訂定的法規全權交易給行政機關 包含說勞工行政、工作環境、環評、公共服務、社會結構 這些人權、勞工的這些東西 真的可以挑過立法院 單一只要立法院一次授權 之後全部都交給行政機關來做處理嗎 這部分我們非常的質疑 這已經導致行政權的自我膨脹 這部分請您解釋 謝謝 謝謝 這個問題非常多 我設置了足夠來答 首先我回答剛剛提到程序正義 這上面其實您提到牽涉的兩個部分 最主要是為什麼我們不重提 我剛剛已經解釋說這程序 您就質疑說這個東西值得這樣子去做 首先我回到 立法院最近的爭執 跟我們這東西其實是沒有關係 當立法院在4月28號 和他們少也協商過以後 進入主角審查 那個問題已經不存在了 但是呢我們剛剛講 如果今天 我們真的要再花半年重新走所有程序 送回來還是這個條文 跟人家提出來同樣去審這個條文 結果不是一樣 但這中間結果不會發生變化 中間要去繞這一圈 結果達到同樣的目的 我們是要達到什麼程序正義 然後這中間我再說明 有關國際醫療上面 首先那些韓國那些特區中間 他們跟我們一樣 我們是有全民健保 所以大家才會擔心什麼本國人 找不到那邊去的 他們是沒有 所以他們那上面也無法去限制 什麼人進去看病 這我想應該是如此 還有 不好意思我剛剛問你 並不是誰可以進去看病 而是醫生在本國 我還沒 我正要講這條 我正要講這條 因為你剛剛提到說 那些示範區 那些健保資源被它分散掉 那上面衛福部是有適當的考慮 然後您剛剛提到的 那個是不是遍地開花 這上面我想這有點誤解 包括剛剛您提到的 類似彰化 彰化在看的是它的 張濱工業區 它心中在想的是 跟台中港結合的 是那種那方面的製造業 花蓮最想爭取的是 它的那個花蓮港 因為如果花蓮港 變成自貿港 類似油交通部管 那它就會變成 示範區中的一部分 這個跟醫療沒關係 衛福部規劃的醫療中間 不會跑到張濱工業區 設了一個什麼醫療園區 事實上衛福部 剛剛我們報告說 衛福部的規劃 本來最多就是 一至兩處園區 所以它不會有遍地開花的 張濱自由經濟示範區 裡面有提到他們有醫療特區啊 沒有 它寫的 它想寫的 但是衛福部的規劃中間 是只有一到二處 但是衛福部現在並沒有說 它心中已經有成見說 非在這裡或非在那裡 就是看後來人家怎麼去申辦 還有剛剛其實前面有個問題 我們也沒辦法回 沒有機會回答到 大家不要認為說 好像我們說可以申辦 原因是我們需要給大家 有共同的競爭的機會 不是申請的就一定有 這點我相信 可是因為你之前在被選的時候 提到也是一樣的回答 那大家的答覆就是說 大家的疑問是說 那不是申請就一定有 可是你同時也提到說 如果它符合標準 那這個標準今天就是顯然 就是漏洞很多 大家這疑慮沒有被解答之前 是不是 就是其實我們還是不知道 那個標準在哪裡 沒有 我們當初一再說明就是說 如果它想變成師範區 它一定要本身自己也有一定的條件 譬如說它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這事情是不是符合一定的優勢 那這倒是我們部會中間 會有一個聯席審查 來爭辯上面來看 部會可能是所有大家都一體試用 是 但因為時間已經到了 我想應該意思有表達 那 預後再有更細節討論 我們在可能從網路上面來處理 那麼還有其他的這個網路媒體 有要 是 請問您是 我是印第大集 那我是個人 其實我也代表 我們在做網路直播 那我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 好不容易 做了那麼多功夫 然後辦了一個網路直播的溝通回 那不能讓大家把問題都問完 然後那麼多形式的限制 那我覺得這樣的話 大家不如早點回家去說什麼 我想要回答一下這個問題 像剛剛PTT 呃 PTT國家研究院群 問了大概有十幾個問題 如果真的完全沒有任何的規則 或者是行程的安排的話 那讓大家問完可能就是明天 那麼我想 這個在舉辦活動程序上面是不允許 但我們會盡量有彈性 其實剛剛並不是真的每個單位 都真的是卡死四分鐘 我想大家其實如果有人算時間的話 我們會盡量的讓大家有一個比較完整的時間控制 當然 我只能盡量這樣子做啦 那麼 其實 英大地您 您可以 如果您有覺得特別哪幾個問題 比較重要想要先 呃 待問或者是 或者是希望能夠當場回答也可以 現在 其實是您有一點自己的時間 我覺得大家 呃 我覺得現場的媒體 在文字方面的迷惑度是比我高的 那如果有人 覺得自己問題還沒有問完 那需要 政府官員公開回答的話 我的時間可以 可以PASS啊 因為他有四分鐘嘛 所以如果 而且我覺得四分鐘 是很大的恩賜嘛 四分鐘其實就是很短的時間 連一個 正常的問題敘述其實都不太夠用 那我覺得已經 不要再說什麼四不四分鐘 那至少不會是四十分鐘 就我們會有一個可能 也四五分鐘 那我覺得現在就可以把時間交給所有的媒體 讓大家提問 呃 而所有的媒體 請 第一個 剛剛PTT國家研究院所提出的問題 是剛剛網友在看直播的當下 立刻詢問的問題 沒有錯 所以說這邊並不是說我們說 按照這個問題 沒有錯 這邊所表達的是說 今天網友在看直播當下 所詢問的問題是在表達 第二個還需要提的是說 剛剛還有一個問題其實我們沒有問到 有網友推論說 可不可以換主持人 謝謝 OK 我先講一下 就是 我非常了解PTT的立場 因為網友們提這個問題 PTT都不能挑選 他們的問題 對不對 所以網友們提 他一定要代為發問 我非常理解這個立場 這沒有問題的 所以絕對不是說 PTT硬要問那麼多問題 因為網友就是問了這麼多問題 我非常理解 那但是在這個 我們時間的限制上 就真的是沒有辦法 處理這麼多的問題 我們只能事後 盡量 現場盡量處理 那事後 網路再 再堪用什麼其他方式 也許下一次還有類似的活動 那有關於換主持人這件事情是 那現場有誰要上來主持 其實我 我 OK 雖然我們已經快結束了 那下一次大家可以考慮 如果覺得 因為真的是 我們都有 都會有瑕疵的 我個人也會有 今天舉辦的這個過程也會有 那有瑕疵 我們下次會想辦法改進 包括把我個人改進掉這件事情 也會在改進 可能改進範圍之內 那還有沒有 希望這邊可以回答審查和背查 到底有什麼區別的問題 再來是關於高教完全鬆綁的問題 希望不要再用那個 作文比賽在書面回答的方式 希望現場就可以讓大家聽到這個答案 我覺得我們問題非常具體 也希望說具體回應 不要用那個院警示的空泛論述 謝謝 我們剛剛提到那個法條中間的背查 就是當我們送到立法院 立法院它是可以表示意見 如果行政機關在兩個月之內 他不做處理的話 那個執法就失效 可是問題是 那就是立法院 現有的機制中間 賦予他們的監督機制 才可以有辦法去做 要他們的召集委員 把這個東西排進議程裡面 才有辦法去審 如果說兩個月內 為什麼你審查的時候 這個背查你送進立法院 立法院就可以表示意見 他表示意見 行政機關就有責任要去處理 這是不一樣的事情 那請問一下 如果說現在目前立法院 都對於這個 資金區條例的這個第一版 都有這麼多意見 那照理您剛的這個論述 就是行政機關要改 那你們現在抱起一個行政機關不改 我等立法院來運作 那請問一下 這是怎麼樣的問題 對不起我沒聽懂 我沒聽懂這個問題 審查跟背查您要求立法院的邏輯 是互相矛盾的 背查那個是後面的執法的問題 現在立法院如果這個 前頭這個都沒有通過 後面根本就沒有那些執法的問題 今天立法院才審到第三條 前頭這個整個條例要是沒有通過 後面你剛您提的那些問題 都不存在的 那我們難道不能為不存 還沒有發生的問題 做進行準備嗎 準備 對啊 準備 對 現有的法條制度上 不是我們獨創這個規矩 過去這些法條都是這麼辦的 過去這些法條 但是目前的話 我們看到一個很明顯的行政機關 要求要那個擴張這個授權 沒有 我們剛舉了幾個例子 你說沒有 我剛剛就舉了法條 食品衛生那個法 包括貿易法 產狀條例 它的授權的比例 比我們的現在還高 單純任條文的時候 那請問你為什麼跟進入的法律比 要跟落後的法律比 要跟那個受審 產狀條例 你也覺得很落後嗎 那請問一下 您要 為什麼你就覺得說 現有的一定都是落後的呢 我們為什麼不跟好的東西比 我們不是考的比啊 證交法、銀行法 這些都是最先進的管理規定 為什麼這些東西我跟它比就是落後 因為照您的邏輯來講 你覺得說33條的空白授權 是一個很低的比例 但是33條很低 我沒有說它很低 主要是說這是在法條中間就 沒有 我從頭到尾沒有用這個字眼 我說它跟其他的法條中間來說 那我們到時候請repeat直播 或者是我們可以到時候來看 但你們都沒有說過 好那請問一下還有其他的那個 網路媒體要追問嗎 我自己想問一下剛才的問題 就是剛才有人回答了 我剛剛那個土地會不會 會被賣掉 然後不受民意機關監督的問題 我們的重點在於 它不受民意機關 意願的監督 而不是在於它的價格 到底是多還是少 因為如果不受監督 如果來一個二職的縣長 他甚至可以隨隨便便的 把這些土地全部都賣掉 土地廠商 然後廠商再去炒地皮 然後造成更大的影響 其實它這個是在一個前提 就是說這個示範區 是不是基本上 就是剛剛像主委講的 就是說它的示範區 前提是說它經過了一些審核 我認為說它是可以的 所以它可以成立一個 示範區的一個前提下 那它這裡面的一個公有土地 那這個公有土地 因為公有土地基本上 公有土地本來就是應該做公用 那這個示範區 它是為了全民如果說 經濟上面它的一個發展 那公有土地優先做公用 這是合理的 那我們一般 那為什麼不能受民意的監督 通常其實我們目前來講 土地法說要受民意的監督 一般來講其實只有地方政府 只有地方政府的一個土地 其實我們的國有土地 它是沒有送立法院的 我們的國有土地沒有 它只有地方 就是說直轄市縣市有的土地 或者是鄉鎮有的土地 它才有送 為什麼 因為行政院希望說 這個公有土地 是全民的一個資源 那地方政府它在處理的時候 希望能夠受民意機關 以及行政院它的一個監督 確認說這個公有土地 它是有一個公義 公用的時候 是有比較有一個 但沃草問的就是地方政府吧 對不對 對 所以地方政府確實是 不會受到地方議會的 它如果沒有循25條的話 沒有循25條的話 當然它就是不用經過 地方的民意機關的一個同意 但是我意思是說 它為什麼不需要 那是因為說 它在示範區 它前提是說 對我們全民是有幫助的狀況下 在這個示範區可以成立的一個情形下 那這個時候 這個公有土地先公用嘛 那它不會以 它是以試駕的時候 它不會去損及 這個工產的權益 那在這種情況下 認為說 它不必要再循這個程序 再跑一遍 這個是一個精神 我覺得 不是用原價賣出來 就沒有損 就不會損及 我想 現在這個問題 其實已經明確 就是沃草這邊 提問是認為說 應該要讓議會來做決定 那這個 我們政府代表這邊回答是 它認為主管機關的審核 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嘛 對不對 當然這是有一個不同的落差 那當然 遇後我們就請大家再做個評論這樣子 OK 謝謝 好 那今天的程序其實差不多 哪一位 對不起 是還沒有 是bookshow嗎 我只是有問題 可以請教我兩位主委嗎 來 電子可以騎嗎 是哪個單位 是哪個單位 UdmTV 呃 可以問問題嗎 就讓我們問一下問題 我們也是有問題的 好 那我們 盡量簡潔好不好 對不起我們先調查一下 呃 呃 對不起您是 UdmTV 記者 UdmTV 那 電子媒體現場有 有大概 有多少問題想要問 電子媒體我們會後好不好 對不對 不好意思 因為現在我們本來安排只有網路媒體 因為現在我們本來安排只有網路媒體 計畫的程序 會在一起 我們在網路 程序您說 都市 對 因為 因為這時間已經 已經過 因為我們還有一位 您是 對他們 就是網路直播媒體 請 請問 不好意思 電子媒體我們等會後再一起來安排時間 好 我的問題非常簡單 就是 因為今天有大家有非常多問題 我想兩位主委也感受到就是 大家很想願意了解跟政府溝通這件事情 那我問題很簡單就是 呃 兩位主委或者是目前的團隊有沒有 能不能明確的承諾在近期 在辦類似的就是跟民間直接溝通的這種活動 我沒問題 只要大家願意辦我隨時來 我的意思是說 呃 呃 都會有 都會有 但是說 由於這邊協助整理 並且承諾 近期快速的 趕快再回應這件事情 再辦 其他相似 呃 主委給個期限 近期給個期限 我 這個時間我等 我 要 幾個月之內 或是多久之內 這樣 我 我沒辦法講死一片多少成 再看同仁 包括 那種方面的協調 對 之後回答有沒有關係 如果大家還要我來我就來 不要我來 多久前再回覆 這個禮拜 可以 這個禮拜 我們把時間算一算 包括聯絡 承諾一定會再去辦 我們今天願意來辦這個 就絕對不會有任何問題 歡迎大家繼續再來問 OK 好 那不好意思 那其他的有需要提問的朋友 我們請會後的時候再 再安排來提問 我們今天 我可以講一句話 是 請 其實我想講的是 雖然好像 顯然有鄉民 對我們主持人 不太滿意 我個人覺得 主持人非常好 其實我今天 見到主持人 是今天6點15分之前 我也沒見過他 我覺得主持人 對我們 包括大家提出來的問題 過去提的問題 包括他剛剛追問的問題 他坦白講 讓我非常驚訝 這麼年輕人 做得這麼好 非常感謝他 謝謝 謝謝 不好意思 沒有啦 來主持這樣的活動 就要被泡的準備 這也沒什麼 很正常的 那我們這個 今天未盡的所有的問題 大家在網路上 尤其是看直播的朋友 都可以到粉絲頁上面去泡大家 包括泡我在內 都可以 那當然認真的提出問題是更好 我們有更多的討論 那有QR Code 有這個網址 請大家把它這個記下來 然後 剛剛有 今天我們會有 有影像的紀錄嘛 那 所有沒有被回答到的問題 都一定會在粉絲頁上面回答 OK 那 好 那今天這個其實是大家的第一次啦 對國發會 對政府 對我個人其實也是第一次主持 這樣類型的 活動 那非常感謝各位的參與跟支持 希望未來還會 真的承諾 我們會一直有這樣的機會 那雖然未來可能就不是我主持 但是 還是非常希望大家能夠繼續的 繼續的參與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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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dci 也有 大人 謝謝 謝謝大家 我